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处借钱贷款 为了帮助弱势的孩子们 他成立书屋 陪伴 照顾来自高风险家庭的儿童 孩子长大了 再开斗志所 让他们学得一技之长 帮助他们进入社会 用爱打造孩子们的成长堡垒 反转许多偏乡和孩子的困境 这个爱的计划背后也有一段动人故事 他本身也来自破碎的担心家庭 了解各种的痛苦 所幸他遇上好老师 出社会遇到贵人 在他人生最无助 最失望的时候 有人向他伸出援手 让他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 那份温度 那份情意 他永远忘不了 于是决定继续用生命影响生命 让这份爱延续下去 让台湾土地上的美好被更多人看见 我们现在做豆花 但豆浆在下的时候 会产生很多泡泡 把泡泡捞掉 让它不会有太多的孔洞产生 然后让豆花做起来会更绵密 要让豆浆凝固 我们就需要凝固剂 那我们就是用盐乳 很天然的海盐 来做这个豆腐的凝固剂 那下去之后就要赶快把它做搅 充分地搅拌 让每一个豆浆都能够充分地跟盐乳去混合 那速度要很快 因为它一下就凝固了 我帮你搅拧 你引去倒 豆制品保存困难 制作过程得和时间赛跑 林俊臣在一旁直到 一刻都不能疏忽 那现在温度都很高 要小心 坚持做无添加 然后希望让每一个原料都能够做到最天然 这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 但其实很难 这里面需要一些经验的判断 看看它到底什么时候快要凝固了就要收手 那我们就是用这种A级的大豆来做 我们的豆腐跟豆干豆浆 来 林俊 那每天就是要现泡 然后现煮 注重品质空管 香煮出香醇的滋味 它不断调整 做浓度测试 霸度味道不够 超过10度有过于浓厚 刚好10度是最合适的口感 那除了浓度以外 会测试它的风味 就是豆子的香气 还有它的浓度 就是你会感觉到非常浓厚的豆香 还有豆子带出来的甜味 那对我们来讲就是很棒的豆浆 因为它旁边有黏住 所以要先把旁边四个边都先把它割开来 好 从豆浆到豆皮 每一步都缓缓相扣 分秒必争 豆浆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 那表面呢 如果遇到冷空气 蛋白质就会凝结 那就变成豆皮 那豆皮也是所有的豆制品里面 蛋白质含量最高的 走吧 小心喔 很快来这边把它推过去 为了帮助台湾豆浓 同时让三峡的青少年 与二度就业妇女 喜得一技之长 林俊成决定成立豆之所 我们当时就是也认识了一些 返乡的青年 然后他们在中南部种国产大豆 那时候他们遇到一个问题是 种了黄豆卖不出去 他们说可以用什么方式 也可以帮助这一群豆农 二方面也可以让我们长期陪伴的孩子 或者是他的家长 能够有工作就业的机会 你现在温度 下降的温度 96 然而完成没有任何食品背景 对食品生产管理更是一概不知 制作豆类产品比他想象的还要难得多 我们又挑选了一个是 对于这些生菌 微生物是最敏感的产品 就是豆浆嘛 豆腐 豆干 这些就是大量的植物性蛋白质 就是一没有处理好 或者是没有保存好 它就会坏掉 我自己也下去研究 然后也去学习 所以自己也要去上课 现在在弄什么 在弄豆子 在炒 刚下吗 刚下 我觉得可能要闷一下下 因为还有一些是绿的 吴凯是豆智所的纸江师傅 也是林俊成一路从小看到大的孩子 这是我们回来第一年代的第一批的学生 就很像自己的弟弟一样 小时候就是很活泼嘛 然后山上的孩子 对于课业的学习 就是比较没有兴趣 那我们透过 就是比较多元的方式 在带他们 那慢慢到了他国中高中 那其实一路上 我们都是保持关系 然后联系 小学三年级 到现在恩凯二十四岁了 十几年的陪伴 让他转变不少 以前是一个很容易冲动的 很常动不动就跟弟弟 哥哥弟弟打架 有所争执 甚至跟同班同学 那是俊哥教导一些 就是做事不可以这么冲动 那要三思而后行 凡是做什么都要稍微想一下 想一下后果 好 要几点 三千三十五 好 那你讲啊 几分 没关系啊 你就觉得他可能 他现在快到九又没到九 怀抱着回馈社会的热情 恩凯期盼能将经验 传递给更多孩子们 我想用俊哥教导我的方式 他给我的经验 让我再去教导小草树那些人 就是让这些经验 跟感受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往边旋转 OK 拉到这样高度之后 蜜黑豆跟蜜黄豆 补在比较空的地方 然后把它打散 小时候不爱读书 林俊成看见友诚的聪明早熟 陪伴他成长与改变 从叛逆个性到独当一面 担任储备店长 东西产品的效期 那为什么要看 就我刚刚说有没有机器 然后另一方面是 如果有出问题的话 才知道你有几批 同一个商品的几批效期 就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我可能就是到现在还在玩吧 对 但是就是因为遇到俊哥 然后让我比同年龄的孩子 就是像我同学 现在可能就是也还在吃喝玩乐这样 对 那我就是避遍早清晰 避遍早清晰补肠 起床了 你会有些真采的吗 我会 我真的是会学耶 我要停 我爱你 有谁认识 清晰 在电视产业工作的林俊成 2005年为了挽着面临倒闭的肥皂工厂 回到三峡接手家业 也让他看见社区面临儿哨问题 与文化凋零 想起自己成长过程并不顺遂 他下定决心放弃一年近五千万的收入 投入文创产业陪伴这些高风险家庭的孩子 好像只有暑假的陪伴其实不太够 对于这些比较辛苦的孩子来说 那我们就成立一个书屋 让这些在三峡各个学校的孩子 放学后能够回到书屋来 有一群老师 有一群志工 可以长期的陪伴照顾他们 透过每天的陪伴去调整 他的这些偏差的行为观念 或是说有一些生活常规的建立 对我来讲除了赚钱以外 我觉得还可以做一些对这个社区 对这个社会有意义的事情 那我们把它拆开了 先换一个蓝色 蓝色吗 把它拆开了 把它拆开了 这样捡开 美感教育课 然后因为今天他们要做一朵花 给自己心爱的家人 你要送给我 你肯定吗 集思广义设计多元课程 除了课业之外 书在乎的更是培养孩子们的多元能力 这是一个翻转弱势家庭孩子的一些机会 我觉得课业只是一个管道 但不是唯一 那我们希望孩子培养更多元的能力 同时他能够改变自己 他也能够有利他的精神 未来也可以去帮助这个社会 或者是帮助有需要的人 是山谷 是山谷 好 那请问 讨论明年你们的圆梦计划是什么 没有 那他们今年是环岛 你们明年想干嘛 想要上山 下海 还是在陆地跑 下海 从小草到青草 每年国小毕业生 都会有一项圆梦计划 孩子们需要自己去规划与实践 假设他要去环岛 他的环岛的路线他要怎么安排 那他要自己安排时速 要去订房安排住宿交通 在这过程里面他们要自己去 募到环岛的旅费 但透过这样的一个培养 他们可以站在讲台上面跟企业主说 我们为什么想要环岛 环岛对我们来讲的意义是什么 你长大了呢 而且是高的也长 横的也长 返乡至今十多个年头了 陪伴过两百多个孩子 也曾因孩子的一句话感到受伤 但他不灰心 用爱化解 有个孩子就说 俊哥又不是我的谁 干嘛管我那么多 那句话对我来讲有一点受伤 但我听到那句话之后 我反而转了一个念 我跟孩子说 就因为我不是你的谁 我还陪伴你的时间 比你爸爸陪你的时间还更多 那我更有资格告诉你 教你管你 有感于在人生旅程中 遇到许多的贵人 他想把这份温暖延续下去 无论是念书的时候的老师 或者是出社会的时候的 这一些前辈 用时间也用生命 也来陪伴我 那我觉得当我们回到社区来之后 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去陪伴社区的孩子 去陪伴这个社区 让这样的一些伞是在这个社会 持续去轨动的 这几年他积极与各地返乡青年交流 分享经验 用行动让这份爱在台湾各地 开花结果 如果我们可以把偶能经验 社会企业营运的模式 跟更多人分享 那或许未来在台湾的其他乡镇 也可以有其他的小草树 也可以有其他愿意在自己家乡 卷起袖子来耕耘打拼的青年 人生最大成就不是来自赚多少钱 而是如何发挥生命的价值 他仅记师傅许孝顺的一段话 他把每一个人的生命 用一个面包来比喻 可是我们多数的人 一直在追求这个面包的价格 但我们忽略掉 其实我们应该是用这个面包 用这个生命去创造价值 我觉得某种程度对我来讲 那个最大的成就感 也有可能是成为他人 重要的他人 就是掌声不够热情 再一次 谢谢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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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他心中最大的愿望 就是期许孩子们 都能找到人生方向 孩子就像风筝一样 风筝想飞 我们就放线 让他飞出去 但风筝飞累了 想回来 我们就收线 就是放风筝的女人 永远在这里 那希望孩子能够带着梦想 带着这几年陪伴的能力 他真的能够越高越的 走过六千多个日子 林俊成依然在这里持续耕耘 用生命影响生命 用温度为社会带来更多温暖